苗栗县头份市长罗雪珠成功连任 宣布将竞选补贴费用全数捐出 而根据中选会的票数统计 罗雪珠获得28608票 预计选举补助款将近有86万元 将会作为公所急难救助使用 照顾法令以外的弱势族群 选前造势 败票活动 候选人提证件证机寻求认同 而争取连任头份市长的罗雪珠 也喊出选票补助款公益捐助承诺 如今以28608票成功连任 罗雪珠宣布将一票30元的补贴 全数作为施工所及能救助专款使用 亲生母 这样所有的相机好朋友 接下来的本社主还继续连任 来这个头份的老他家素权素 新年型的打造幸福头份市 当然了 这条当中 社主要有允论 我说 这个选票的得票的补助金 全数继续又减出来 得票数换算补贴费用将近86万元 比上一届还要高 多雪珠感谢市民肯定与支持 只要民众有迫切需要 就可到公所申请 照顾法令以外 像是边缘户等弱势族群 这样做的用途 政府照顾不到的 发贵上的职业 做不到的时间 这样就增加了一千 就补贴了 本来就感受到温暖 然后新生母 这样的相机好朋友 然后这样就有 大概86万 做一个好 比三个好多 86万 后来关心念药师 把念药师感受到 不仅申请对象放宽 像是热水器 浴室厕所的扶手 止滑电 施工所都能紧急给予经费安装 为若师朋友带来及时语